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,以色列国防部网站公布了这种坦克的一些新细节,额战略技术奔袭中心预计,它将于2021年中期列装,新版梅卡尔斯将获得的以下更新,计算机将加入人工智能元素。 不仅能处理来自坦克传感器的信息,还能处理和分析外部信息联网信息,并迅速提供给坦克指挥员。 它可以根据危险程度区分目标的优先级,减轻成员负担,提高坦克的速度和所谓准确度,增加间谍几率,资料图片,以色列梅卡瓦斯主战坦克。 图片来源于网络,乃至训练用虚拟现实系统,可在屏幕上显示建筑,山地,灵地等虚拟地形,把坦克变成运袭器。 这样一来,坦克就能在空旷的训练场里,演练各种地形下的任务,更完善地瞄准至RM的人体是, 渐渐自战斗机的头盔瞄准具,能让车组具备透视能力,头盔新触摸屏自动化水平更高的升级版战利品, 主动防御系统障碍警报系统后勤保障方面的调整,可延长坦克30%的作战时间需要强调的是, 这一切是坦克指挥员,不再需要打开舱盖探出身子作战,直到不久之前,打开舱盖一直是以色, 猎坦克装甲部队的名片,这一方面有助于指挥员最大程度的监控战局, 但另一方面,导致其经常被射击武器和弹片杀伤, 新坦克的技术让指挥员在内部就能拥有比外牛更好的视野,使其无需探出身子, 但又保留了这一选择自由,除了介绍梅卡瓦斯之外,以色列国防部还表示, 坦克连采用新编制,在此之前,一个连有三个牌,每个牌有三辆坦克, 再加上一辆连长坦克和一辆复连长坦克,总共十一辆, 现在,每个牌减少一辆坦克,每个连有四个牌,这样一来,坦克总数减少一辆, 军官增加一名,从今年年初起至七月,参加加沙地区别防的坦克, 共八十八十一枚炮弹,摧毁三十个恐怖分子目标, 哨索、据点、亮望台和企图越境的恐怖分子小队, 十二名恐怖分子被击毙,另有十人受伤, 这一数字大大高于近两年同期水平。 接下来,接下来,接下来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